两位好 你们两位都先个别自我介绍一下吧 把你们过去的一个本业先稍微提一下 最早的时候离开学校是当任数学老师 高中的数学老师 那现在主要是在做音乐制作 尤其是新人培训 新人的培养训练这个部分 好 佳修老师 我是跟林恒丽在一起之后 才开始做培训的这个工作 那现在的话就是带领一些年轻人 然后让他们就是想要完成他们自己的梦想 那现在的话就是主要的任务的话 我都是比较偏向经济的部分 就带他们有一些表演啊 还有培训他们一些可能在口调方面 或者是在表演上面有哪些问题的话 就是说会协助他们 那你在培训之前是做什么 其实我是金融业 我是在银行上班 那是因为跟恒丽在一起之后 就是因为跟着他一起做 本来是开乐器行 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进入音乐的部分 然后他后来慢慢的转型 变成在做一些培训的工作 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做 好 所以你们本来都不是所谓的艺人经济 那为什么会变成走培训这条路 是想创造一个让新人可以在这边慢慢被培养训练 而且可能是不用收费 那真正的把重点 focus在培养跟训练 尤其是训练这个部分 有收费跟没收费有什么差别 因为其实这个我知道是很重要 有收费的话 经营者基本上 他就会有一个考量 就是说我们现在经营的时候 怎么样的决定会帮助我们这个收益 或来报名的人数 那如果说现在就已经放弃这条路 直接就是免费 那我们就可以专注在 如何是对这些新人来被培养的学员 是有帮助的 所以对你们来讲 不用收费反而就比较自在 创作上也比较自由就对 无欲则刚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 可能我觉得我如果还要兼顾收费 损益扬平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负担 所以我选择做这样的路 可是你们收费不是自己负担更大吗 而且参加的人自然会 很多人会过来你们这里 那你们还是会有些标准吗 对还是会有筛选 这三年来说真的来来去去的人 也不少 你们大概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选择标准基本上有三项 第一个就是能唱 第二个就是视觉 比如说他可以跳舞 第三个就是大概是属于 我们一般谈吐的第一印象 比如说颜值不错 口才不错 大概是这个方法 这个蛮一般的 能唱能跳颜值不要太差 口条不要太差 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 可能有些经济公司也会抢去把他签约 可能还付他薪水 对不对 现在应该没有付薪水这回事 没有条件好到人家还付你钱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主持人跟我的年代 才有这样 早期才有 对对对 现在已经普遍 也不是早期 这大概25年前就已经没有这样 渐渐没有 尤其 可是你们要怎么样找到能唱会跳 但是还没被挖掘出来的素人 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如果被大家看到 可能别人就抢 对对对 好的 这个跟那个运动产业的球员 是同样的道理 好的大家都会抢 那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像 所谓就很像职业球队的那种二线球队 基本上 刚才我讲那三个要素 只要有其中一个我们就选了 一个好就可以来训练 你不要三个都没有 就好像攻击防守 跑壘这样 你如果三项一项都没有 那我就不会选 至少要有一样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会这样子筛选是因为 就是说用一个互补的方式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在素人新人的时候 还没有被培训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些缺陷 那要让他们来的时候 就全部都是很好的 通常蛮少的也很难 对所以我们才会用 就是说这三项 就是有听觉的部分 视觉的部分 跟一些观念的部分 来做一些筛选 那这样的话 就是变成大家的压力 也不会那么大 然后大家也可以互相学习 那这么几年 你们自己有主动淘汰掉团圆吗 还是他们自己会 不适合就自己会离开 我是觉得就是 一般来说的话 都是他们自己觉得 可能在里面 有些人是自尊心比较高 那他可能 如果他落差有比较 那个的话 他可能就离开了 对 他有的人是这样 那有的人的话 他可能是自己觉得 可能我们这样的模式 不是他想要的模式 因为我们的培训方式的话 不是像外面 好像都在上课 我们是比较实做 也就是说我们做东西 好像在做实验一样 就要马上有一些成品 那你变成你的能力 如果稍微 比较弱一点的人 你会觉得 怎么好像没有先上过课 那这样的话 他会不适应 有一些是不适应 等于你们是边做边学 对 我们用比较实物型 然后像表演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也是 因为大家集合起来的时间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 那集合起来 如果是练团的话 有时候可能他们会觉得 一起练团 好像没有那么的正式 所以有时候的话 就是要集合起来 有人就会比较异性阑珊 那我们才会 我刚刚讲那个实战的话 就是我们的话 就是让他们 就是帮他们接一些表演 用表演来磨 用表演的方式直接来 一战两战 对 所以他们预期是 一直不停的有人 在教他们东西 那种真正所谓的 上课型的培训 而不是那种边做边学 有些人的话 是比较喜欢上课型的 因为他可能觉得 这样子好像比较有学到东西 但是目前比较有留下来的人 他们觉得就是说 直接食物型的话 其实他们吸收可能更多 那当然食物型的话 就必须有一定的 就是你可能有一定 喜欢舞台的一个能力 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 音乐创作的能力 比较能够来接受 所以留下来的就是比较适合 你们团圆的这个模式吗 对对对对 就比较能够就是 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磨练的方式的人 比较容易留下来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所谓的过程 不管是上课或是去直接去商业演出来培养一些经验 但是重点是不是还是要有个人的特质 个人特质的话 当然也是我们强调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会要他们每一个人 就是说 都很像 对 我们没有要他们都很像 韩国女团 每个人都一模一样 对对对 我们就是不走韩国女团的那个方式 不走韩团的方式 我们等于是说 每一个人还是要保留他们的一些特色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之后才不会好像 好像有一个框架 其实我们要他们 我们要发展的是 就是说新人 素人可以之后变成未来的知新 所以我们不会像韩国 因为他们都很小就被栽培了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年纪没有到那么小 那你说已经都大学了 你要他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其实我觉得也光这个部分就蛮难的 所以他们穿着打扮 你们都不会去刻意的去限制吗 穿着打扮的部分的话 也不是说一定要限制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等于是 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有舞台表演 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让他们自己讨论 那我们只是后面做一些把关 就不要太奇怪 比如舞台表演不要穿的很不像一团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看到很多那舞蹈科系的学生 那一站出来都一字排开 应该全部都是把马尾基本的形状都是有一个标准 还不能够乱穿 对因为其实那个他们其实应该是说那样子的筛选方式的话 其实他们有事先就筛选好他们要的样子 那我们这个的话因为目前的培训的话 他们这一组文是也是跟师大有关系 所以的话师大毕竟还是一个教育的单位 所以我们教育的性质还是比较多 所以的话我们不会因为外形 或者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条件来做腮熊 比较不会从外形 就不要太突出 基本上怎么穿都可以就对 怎么穿还是会有一个整体 只是没有那么的像人家外面那么的整体感 因为你们标榜是每个人都是创作型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 对对对对对 可能就是创作的话不是只有音乐的部分 可能就是说舞蹈的部分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其他设计 服装的设计 只要演艺工作都算就对 对对对对相关的都算 幕后也是个专长 幕后的话其实是也是对他们来说的话 也算是一种学习 因为你要知道幕后的一些辛苦 幕后做哪些事情 就很会订便当也是个专长 也是也是 便当订的又难吃又贵 对对对对啊快速买回来 对对对对对影响大家的工作 所以等于你们是找一群素人来实践他们的演艺梦 那至于最后他们会发展什么样子 你们自己可能也很难预期对不对 因为搞不好真的有人就会大红特红 基本上我们是设定到就是有有上新闻稿可以让他们所谓让媒体或一般所认定的出道 这一出道以后能不能好这好像以目前我们的资源或资金是很难很难掌握的 但是到推出这个动作是可以的 至少有到成品出来作品出来都有都有 现在的话就是他们本来都是个体户嘛 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平台有团体的成果 对所以我们的话这等于是除了培训之外也会让他们有作品 然后到推出 对你们最近就联系出了很多MV就算算是终于准备好了吗 对他们来说对你们也是 开始有这个阶段的族形了啦应该说整个培训计划到目前为止比较像有一个 除了前面的训练前中期都开始有一个架构了 所以后面会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一直反复的持续 对对对对但是也会因为那个演艺环境的生态或者机会来了会再有所调整 但是至于其他的调整或变化可能就会因外界的影响或变化而有所应对 你们想要加强他们在戏剧的部分表现吗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唱跳的比较多嘛 基本上我们跟台师大的亚流中心合作 那亚流中心的全名好像就是亚洲流行音乐数位科技研究中心 所以基本上他还是音乐系这边来的 那加上我也用了很多我个人的资源还有资金来创造这个团体 那我个人就比较是音乐背景 我几乎没有戏剧背景 店名叫做乐手公园 乐手公园 你们以前的音乐店名 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对对对就是乐手公园嘛 所以是卖什么就卖乐器 就热门的就是电吉他电贝斯啊 录音器材什么这个 所以你们把个人的兴趣延伸到这个团体的培养 算是算是 应该是说以前我常常就在想 那学了这些东西之后要干什么 可能太目的导向了 我就觉得一定要这样做一点事情 要推到这边才有一条龙 那如果说真的有人想要资金支持你们 你会想要把这个团体发展成什么样子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骨干之下油化 那基本上我这个经营理念 包括我从大学时代现在三十几年了 就一直在流行音乐耕耘 那基本上我这个经营理念 我后来反而是看了一些运动产业 或职业运动得到启发的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那个所谓体育班 或校队来选的时候 他不会选一个体育很差的完全来培训 事实上他就已经是挑体育相对不错 或体育的天分不错的来培训 基本上就是从这样来的 所以等于是挑体型有优势的 但是还没有被关注到的 对 所以你们就走这条路就对 对 所以参加你们这个亚流是随时都能够来征选吗 还是你们每年会有固定的征选时间 应该每周都有固定的征选时间 随时都可以来 每周都有 一直都有在征选 世界跟你们面试是吧 对 我们的话就等于是 大家填到报名表之后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约时间来 聊一下我们整个 就是说培训的一些内容 先面谈 然后让他了解 能接受的话 我们当然会有所谓的验收 那验收的话就是 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 就是看他们的程度状况 适不适合这样子 所以他们加入的话 也等于是要签约吗 加入就是等于签约是不是 那个面谈 其实他算是有一个考试的概念 考过的人才来讲签约的事 基本上既然说培养训练 连合约这个部分 应该是说我们设计的一个合约 很像是简配很羊村的简配 但是大架构是有的 他还是有一个权利义务 就是说你必须要配合到哪些程度 比如说长度也比制式的短的非常多 那维约军也是低非常多 维约军只有五位数 五位数其实他是有点类似 像师大他本来的话 就是有一些类似 像公费生的一个概念 对也就是说他是来这边培训的话 是不用缴费 但是你那些义务你要运行完之后 就不会 你想要免费参加培训 可是你还是要付出一定的时间 不能够连签了 连人都不来就对了 这样就不行 还是会有 就是你必须要去完成某一些 你义务上的东西这样子 那至于最后会变什么样子 我觉得个人努力还是蛮重要的 对 因为等于你们只是带入门而已 对 那当然也是希望他们可以之后 能够有发展 这样子我们的付出 才会真的有一些收获 这样子 我是觉得是在后端 后端这个部分 不过你们现在心里 应该有一两位是比较有机会的 只是我们不方便说出来 因为你们团员非常多 这个可能又回到我 我讲的运动团员 可能他还是每年都会有一些 在一个球队都会有一个球员 在他的生涯年会跑出来 有点高峰就对 对 每个人高峰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 谁究竟能爆出来 有时候其实蛮看天时地利人和 那我平常开玩笑都跟年轻人说 这个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前辈告诉我 说要回家看看阿公的梦的风水 有时候是真的天时地利人和 对 刚好现在机会来了 刚好不是你的生涯年低潮 那你平常你是最优秀的 又怎么样 对或者是机会来了 你可能你还没准备好 或者是你的功夫还没到位 你可能也错过了 所以要真的平常的一些基本功扎实要先到 对 然后人家一点之后可能就爆红了 好今天谢谢两位 我们介绍亚流新时代 谢谢主持人